智利南极省出现一只全身雪白的企鹅 身上完全没有像普通企鹅的黑色 不过它不是新的品种 而是患上了白化病 兽医指出 这只在今年初发现的白色企鹅属于巴布亚企鹅 这个品种和其他企鹅一样 背部和头部呈黑色 特别之处就在于 眼睛上方到头顶有个白点 但是这只企鹅因为患上遗传性的白化病 导致全身都是白色毛发 受益解释 白化病十分罕见 患病的动物因为羽毛和皮肤丧失色素 因此会呈现白色 只有眼睛的颜色正常 但这会导致它们更容易被其他的动物猎杀 感谢您的观看 疑惑 温度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